大家好 今天是2月20日,星期四 市是有少少反复 但整體來說,都是處於一個整固區間 跟大家說了 由27,18點到27,88點 是寬了10、20、50、100和250天線 都不止現在最高的平均移動線是50 接著是250,接著是10天線 下面是20 最低的早期移動線是100天線 相對指數來說,只要升1、28點便升 跌1、28點便跌 其實意義不重大 最關鍵的是,今個月仍然是先低後高的格局 待會再分析,先看指數 早期先高開是112點到27,767 之後處於一個整固返復的格局 直到現在這分鐘,下午大概是3點半左右 今天最低的指數暫時是27,383 最高的指數是高開是27,767 全日的波幅不外乎是400點到500 但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以最低的指數來說 是正在碰到20天線 但不需要太多擔心 因為始終在27,100到27,800 怎樣反覆也好 今天升婆,明天跌穿,意義不重大 有一個形態想和大家聊一聊 就是,今個月直到現在這分鐘 都是先低以後高的格局 當然不知,明天星期五 下個禮拜一、禮拜二 回來了下個禮拜三 已經是今個月期止轉倉高峰日 下個禮拜四就是期止結算日 有理由相信,這個先低後高的形態 應該不是那麼容易改變 除非大股在期間來講 有什麼特別利淡的事情 造成新一輪的衝擊,這樣就難說 照現在這一刻去看 很大機會,先低後高的格局 是不會改變的 但有些人問我,會不會有更高的指數 在後面讓我們見得到呢 那要看兩回事 第一,在技術上來說 行指一定要回到十天二百五十 和五十天線樓上 那你才可以有一個條件 進一步向上市 今個月的高位二萬八千零五五 其二就是看成交金額 我講了幾次了 上個禮拜五,指數創了一個月的高位 到二萬七千九百六十 但成交金額只有九百十十七億 到這個禮拜一,指數進一步 創了今個月的新高到二萬八千零五十五點 但成交金額只有九百五十六億 即是說,去到接近二萬八 在阻礙的水平 買盤是比較保守的 事關於今個月 由二萬六千一百四十五到二萬八千零五十五 已經行了一千九百一十點的波幅 講單月的波幅已經足夠了 剩下的,有沒有更高的指數 根本上一點都不重要 反而大家要關注在三月份的市場 如何行動 因為一般來說去到三月份 業績就開始公佈了 但今年我覺得沒有太大的憧憬 第一就是去年 香港連續七個月的社會事件 如果以香港的業務為集團的 主要收入的上市公司 不要抱太大的憧憬 包括酒店業、餐飲業、零售業等等 業績都不會量例 其實有不少應該進入一個放慢的週期 至於內地 如果去年去年十二、三十一 問題不大 業績都量例 但是今年第一季受到冠狀病毒所影響 內地整個內需市場都受到衝擊 其實包含的行業很多 內房、汽車業、旅遊 休閒、消費、餐飲、娛樂等等 都會受影響 所以就算去年業績稍為量例 也好 大力的刺激都不會太大 不過情況會不會好差 我又覺得不會 如果一般的估計 疫症到四月中打後 應該慢慢慢慢消失 那一刻 內地政府為了要維持6%的增長 其實應該有些大力一點的政策推動 從而刺激內需 我對內房的看法還是比較正面 但是如果要我做部署 五隻股份仍然沒有變 包括騰訊、阿里巴巴、平保、中仁10 以及1299郵邦 好了 下午分析到此 如果你記得吧 zes吧 aide 起床